王室女眷打脸卡米拉 轮帆佩戴王冠亮相 凯特的珍珠泪出尽风筒 卡米拉虽然得不配位 但是却是查尔斯的白月光 这个女人就算劣迹斑斑 依旧备受宠爱 最令人气愤的一点是 加冕典礼上卡米拉为了独美 直接不让王室成员和宾客佩戴王冠 约旦王储的皇家婚礼落幕 宾客们的官方照也陆续出炉 其中关注度最高的当属凯特王妃 这是加冕典礼后的首次公路 凯特直接佩戴珍珠泪亮相 等于当众给了卡米拉一个下马威 不得不感慨约旦王室格局大多 同一宾客佩戴王冠亮相 婚礼现场的确是争气兜眼 其中最亮眼的女眷 当属英国的凯特王妃 头戴珍珠泪简直出尽风筒 这张官方照是在安曼的侯赛因宫殿拍摄 除了有单人照之外还有大合影 全世界的王室成员们都齐聚一堂 事实证明卡米拉虽然地位崇高 但是她的命令简直就是一只空文 出席约旦皇家婚礼的时候 王室女眷都佩戴王冠 英国自然也不干事 凯特王妃和碧翠斯公主 轮番佩戴王冠出席皇家婚礼 直接打了卡米拉的脸 34岁的碧翠斯公主惊艳亮相 头上的王冠是母亲沙拉大婚时候佩戴的 礼服的设计师是Re-In-A-CRA设计 金光闪闪充满魅力 彰显了自己尊贵的身份 凯特王妃则更加高调 连续十多次佩戴珍珠类王冠亮相 这次更是意义重大 这顶王冠是戴安娜生前最爱 戴在凯特的头上 不光毫无违和感 反倒更加出彩和夺目 此次凯特一连更换两套礼服 分别是艾利·扫普长袖花卉刺绣礼服 以及珍妮帕克汉姆设计的闪亮礼服 甲免典礼才刚刚落下帷幕 王室女眷们就轮番佩戴王冠 似乎根本不把卡米拉放在眼里 凯特王妃一直以高情商著称 但是反击起来快准狠 让卡米拉王后来不及反应 婆媳关系一直都不好 伊丽莎白女王葬礼上 卡米拉居然直接让夏洛特闭嘴 彻底惹怒了威尔士王妃 王室里的婆媳大战格外精彩 卡米拉禁止女眷佩戴王冠 凯特则直接迟到五分钟表达不满 纯语专家朱迪詹姆斯认为 凯特和卡米拉只是表面和谐 私下里还是免不了宫斗 目前凯特王妃已经羽翼丰满 当然不愿意被卡米拉支配 双方的矛盾也是愈演愈烈 尤其卡米拉摆出王后架子 直接指点和批评夏洛特 引发了凯特王妃的不满 事实证明得不配为避遭反噬 现在的卡米拉即使封后 日子照样不好过 假免典礼结束后 居然没有王室成员给她行屈膝礼 带头挑事的人正是凯特王妃 一直以来 威尔士王妃都以和善亲民著称 没想到宫斗起来丝毫不手软 根本就不是一个软柿子 当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 凯特会毫不犹豫出手 任凭对方是谁也占不到任何便宜 因此 卡米拉走出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时候 所有人只对查尔斯行礼 完全把她当空气 卡米拉经过的时候 没有人动弹一下 气氛一下子变得无比尴尬 卡米拉上位时 一点都不光彩 因此很难得到真正的认可和支持 即使四个孙辈登上白金汉宫 地位也无法跟威尔士三宝相提并论 说到底都是跳梁小丑吧